开着一辆很旧的桑塔纳 华塘按照片上的地址去踩点 他首先去的是春花广场 没费多少劲 就找到了照片上的人 那个流浪汉正在垃圾桶中翻找着 然后踢着一个鼓鼓的垃圾袋 走到一个长椅处 他的收获颇丰 一盒几乎没怎么动的盒饭 还是菜饭分放的那种大盒 一根只咬了一口的火腿肠 几块基本完好的面包 还有大半瓶可乐 华塘本以为流浪汉会用手抓着盒饭吃 但看到他 从这初夏仍穿着的脏大衣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小铝勺 他慢慢地吃完晚餐 把剩下的东西又扔回垃圾桶中 华塘四下看看 广场四周的城市华灯初上 他很熟悉这里 但现在觉得 有些异样 很快 他弄明白了这个流浪汉 轻易填饱肚子的原因 这里 原是城市流浪者聚集的地方 但现在 他们都不见了 只剩下他的这个目标 他们去哪里了 都被委托 加工了吗 华塘接着找到了第二张照片上的地址 在城市边缘一座交通桥的桥孔下 有一个用废瓦棱和纸箱搭起来的窝棚 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 华塘将窝棚的破门 小心地推开一条缝 探进头去 出乎意料 他竟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原来 窝棚里挂满了大小不一的油画 形成了另一层墙壁 顺着一团烟雾 华塘看到了那个流浪画家 他像一头冬眠的熊一般 躺在一个破画架下 头发很长 穿着一件涂满油彩 像长袍般肥大的破T恤衫 抽着五毛一盒的玉碟烟 他的眼睛 在自己的作品间游矣 目光充满了惊奇和迷惘 仿佛他才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人 他的大部分时光 大概都是在这种 对自己作品的自恋中度过的 这种穷困潦倒的画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过很多 但现在 不多见了 没关系 进来吧 画家说 眼睛仍扫视着那些画 没朝门口看一眼 听他的口气就像这里是一座帝王宫殿似的 在华塘走进来之后 他又问 喜欢我的画吗 华塘四下看了看 发现 大部分的画只是一堆凌乱的色彩 就是随意将油彩 泼到画布上都比它们显得有理性 但有几幅画面 却很写实 华塘的目光 很快被其中的一幅吸引了 占满整幅画面的 是一片干裂的黄土地 从裂缝间 伸出几只干枯的植物 仿佛已经枯死了几个世纪 而在这个世界上 水也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在这干旱的土地上 放着一个骷髅头 它也干得发白 表面布满裂纹 但从它的口洞和一个眼窝中 居然长出了两株活生生的 绿色植物 它们清脆欲滴 与周围的酷汗和死亡 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中一株植物的顶部 还开着一朵娇艳的小花 这个骷髅头的另一个眼窝中 有一只活着的眼睛 清澈的眸子瞪着天空 目光就像画家的眼睛一样 充满惊奇和迷惘 我喜欢这幅 华唐直指那幅画说 这是贫级系列之二 你买吗 多少钱 看着给吧 华唐掏出皮价 将里面所有的百元钞票 都取了出来 递给画家 但后者 只从中抽了两张 只值这么多 花儿 是你的了 华唐发动了车子 然后 拿起第三张照片 看上面的地址 旋即 将车熄了火 因为这个地方 就在桥旁边 是这座城市 最大的一个垃圾场 华唐取出望远镜 透过挡风玻璃 从垃圾场上 那一群拾荒者中 寻找着目标 这座大都市中 靠垃圾为生的拾荒者 有三十万人 已形成了一个阶层 而他们内部 也有分明的阶级 最高等级的拾荒者 能够进入高尚别墅区 在那里 如艺术雕塑般精致的垃圾桶中 每天都能识到 只穿用过一次的新衬衣 袜子和床单 这些东西 在这里是一次性用品 垃圾桶中 还常常出现 只有轻微损坏的 高档皮鞋和腰带 以及只抽了 三分之一的哈瓦那雪茄 和只吃了一角的 高级巧克力 但进入这里捡垃圾 要重金贿赂社区保安 所以 能来的只是少数人 他们是拾荒者中的贵族 拾荒者的中间阶层 都集中在城市中 众多的垃圾中转站里 那是城市垃圾的 第一次集中地 在那里 垃圾中最值钱的部分 废旧电器 金属 完整的纸质品 废弃的医疗器械 被丢弃的过期药品等 都被减实得差不多了 那里也不是随便就能进来的 每个垃圾中转站 都是某个垃圾 把头控制的地盘 其他拾荒者擅自进入 轻者被暴打一顿赶走 重者可能丢了命 经过中转站 被送往城市外面的 大型堆放和填埋场的垃圾 已经没有多少营养了 但靠它生存的人数量最多 他们是拾荒者中的最底层 就是华唐现在看到的这些人 留给这些最底层拾荒者的 都是不值钱又回收困难的 碎塑料 碎纸等 再就是垃圾中的腐烂食品 可以每公斤一分的价格 卖给附近农民当猪饲料 在不远处 大都市如一块璀璨的 巨大宝石闪烁着 它的光芒传到这里 给恶臭的垃圾山 堵上了一层变幻的光运 其实 就是从石道的东西中 拾荒者们也能体会到 那不远处大都市的奢化 在他们收集到的腐烂食品中 常常能依稀认出 只吃了四腿的烤乳猪 只动了一筷子的石斑鱼 完整的鸡 最近整只乌骨鸡多了起来 这源自一道刚实心的 名叫乌鸡白玉的菜 这道菜是把豆腐 放进乌骨鸡的肚子里炖出来的 真正的菜就是那几片豆腐 鸡虽然美味 但只是包装 如果不知道 吃了就如同吃粽子 连芦苇叶一起吃一样 会成为有品味的食客的笑饼 这时 当天最后一趟运垃圾的环卫车来了 当自卸车厢倾斜着升起时 一群石荒者迎着山崩式的垃圾冲上来 很快在飞扬尘土中与垃圾山融为一体 这些人 这些人似乎完成了新的进化 垃圾山的恶臭 毒菌和灰尘 似乎对他们都不产生影响 当然 这时只看到他们如何生存 而没见到他们如何死亡的普通人产生的印象 正像普通人 平时见不到虫子和老鼠的尸体 因而也不关心他们如何死去一样 事实上 这个大垃圾厂多次发现石荒者的尸体 他们静悄悄地死在这里 然后被新的垃圾掩埋了 在厂边一盏泛光灯昏暗的灯光中 石荒者们只是一群灰尘中模糊的影子 但华唐还是很快在他们中 发现了自己寻找的目标 这么快找到他 华唐除了借助自己锐利的目光外 还有一个原因 与春花广场上的流浪者一样 今天垃圾场上的石荒者人数明显减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 华唐在望远镜中观察着目标 他初看上去 与其他的石荒者没有太大区别 腰间竖着一根绳子 手里拿着大鞭织袋 和顶端装着爬钩的长杆 只是他看上去比别人瘦弱 挤不到前面去 只能在其他石荒者的圈外 检视着 他烦找的已经是垃圾的垃圾了 花唐放下望远镜 沉思片刻 轻轻摇摇摇头 世界上最离奇的事正在他的眼前发生 一个城市流浪者 一个穷的居无定所的画家 加上一个靠石垃圾为生的女孩子 这三个世界上最贫穷 最弱势的人 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威胁到那些处于世界财富之颠的 超级财阀们呢 这种威胁 这种威胁甚至于迫使他们雇佣杀手 置之于死地呢 后座上 放着那幅 贫瘠系列之二 骷髅头上的那只眼睛 在黑暗中凝视着花唐 令他如芒刺在背 垃圾场那边 发出了一阵尖叫声 花唐看到 车外的世界笼罩在一片蓝光中 蓝光来自东方地平线 那里一轮蓝太阳正在快速升起 那是运行到南半球的哥哥飞船 飞船一般是不发光的 晚上 紫身反射的阳光 使他看上去像一轮小月亮 但有时他也会突然发出 照亮整个世界的蓝光 这总是令人们陷入 莫名的恐惧之中 这一次 飞船发出的光 比以往都亮 可能是轨道更低的缘故 蓝太阳从城市后面升起 使高楼群的影子 一直拖到这里 像一群巨人的手臂 但随着飞船的快速上升 影子 渐渐缩回去了 在哥哥飞船的光芒中 垃圾场上那个石荒女孩 能看得更清楚了 华唐再次举起望远镜 证实了自己刚才的观察 就是他 他蹲在那里 编织带放在膝头 仰望的眼睛有一丝恐惧 但更多的 还是他在照片上看到的瓶颈 华唐的心又动了一下 但像上次一样 这触动转瞬即逝 他知道 这涟漪 来自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 为再次失去它 而懊悔 飞船很快划过长空 在西方地平线落下 在西天留下了一片 诡异的蓝色晚霞 然后 一切又没入昏暗的夜色中 远方的城市之光 又灿烂起来 华唐的思想 又回到那个迷上来 世界最富有的十三个人 要杀死最穷的三个人 这不是一般的荒唐 这真是对他的想象力 最大的挑战 但思路没走多远 就猛地杀住 华唐自责地 拍了一下方向盘 他突然想到 自己已经违反了 这个行业的 最高精神准则 校长的那句话 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这是行业的座右鸣 瞄准谁 与枪无关 到现在 华唐也不知道 他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 更不知道 那所学校的确切 他只知道 飞机降落的第一站 是莫斯科 那里有人接他 那人的英语 没有一点俄国口音 他被要求戴上一副 不透明的墨镜 伪装成一个盲人 以后的旅程 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 又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飞机 再坐一天的汽车 才到达学校 这时是否还在俄罗斯境内 华唐真的说不准了 学校 地处深山 围在高墙中 学生在毕业之前 绝对不准外出 被允许摘下墨镜后 华唐发现 学校的建筑 明显地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灰色的 外形毫无特点 另一类的色彩和形状 都很奇特 他很快知道 后一类建筑 实际上是一堆巨型积木 可以组合成各种形状 以模拟变化万千的 射击环境 整所学校 基本上就是一个 设施精良的大靶场 开学典礼 是全体学生 唯一的一次集合 他们的人数 刚过四百 校长一头银发 依附令人肃然起敬的 古典学者风度 他 讲了如下一番话 同学们 在以后的四年中 你们将学习 一个我们永远不会 讲出其名称的行业 所需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 行业之一 同样会有光辉的未来 从小处讲 他能够为做出 最后选择的客户 解决只有我们 才能解决的问题 从大处讲 他能够 改变历史 曾有不同的政治组织 出高架 委托我们训练游击队员 我们拒绝了 我们只培养 独立的专业人员 是的 独立 除钱以外 独立于一切 从今以后 你们要把自己 当成一支枪 你们的责任 就是实现枪的功能 在这个过程中 展现枪的美感 至于 瞄准谁 与枪无关 H枪 射击B B又夺过同一支枪 射击A 枪 应该对这每一次射击 一视同仁 都以最高的质量 完成操作 这是我们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在开学典礼上 华唐 还学会了几个 最常用的术语 该行业的基本操作 叫加工 操作的对象 叫工件 死亡 叫冷却 学校 分L M 和S 三个专业 分别代表 长 中 短 三种距离 L专业是最神秘的 学费高昂 学生人数很少 且基本不和其他专业的人交往 华唐的教官也劝他们 离L专业的人远些 他们是行业中的贵族 是最有可能改变历史的人 L专业的知识 博大精深 他们的学生使用的狙击步枪价值几十万美元 装配起来有两米多长 L专业的加工距离均超过一千米 据说最长可达到三千米 一千五百米以上的加工操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其中的前期工作之一 就是沿射程按一定间距放置一系列的风铃 这是一种精巧的微型测风仪 它可将监测值以无限发回 显示在射手的眼镜显示器上 以便它掌握射程不同阶段的风速和风向 M专业的加工距离在十米至三百米之间 是最传统的专业 学生也最多 他们一般使用普通知识步枪 M专业的应用面最广 但也是平淡和缺少传奇的 华唐学的是S专业 加工距离在十米以下 对武器要求最低 一般使用手枪 甚至还可能使用冷兵器 在三个专业中 S专业无疑是最危险的 但也是最浪漫的 校长就是这个专业的大师 亲自为S专业授课 他首先开的课程竟然是 英语文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